南韓总统尹熙悦上下班接受记者联合访问的环节从今天开始成为绝项 尹熙悦因为不满MBC记者破坏规则 从这周第一天上班取消媒体问答 原本一楼的玻璃党板全换成木制栅栏阻挡媒体拍摄引发在野党批评 不过南韓总统府立场强硬会和MBC杠上引爆点就是尹熙悦疑在外交场合爆出口 就是因为报道这件事尹熙悦出访东南亚禁止MBC记者搭总统专机 如今总统和媒体的关系越闹越僵而第一夫人金剑锡也有争议 在G团体完宴上他当着各国领袖的面挥手要引熙悦去找其他人聊天 被南韩网友抨击非常失礼 另外在柬埔寨金剑锡怀中抱着病童被质疑刻意模仿奥黛利赫本 南韩总统府再度驳斥说这是假新闻 TVBS新闻做不到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